手上戴点啥 难度一直不亚于今晚吃什么 那机械手表还是这个手环 智能手表 其实这啥我都长期使用过 那作为数码爱好者 机械表非正式场合一般不戴 我主力机是iPhone 按你说首选Apple Watch 但用几天就不想戴了 一天一冲实在难受 经常没电 关机了 你就戴着装饰品 手环我买了一个又一个 华为小米OPPO都买过 最后用下来的是OPPO手环 轻巧时尚 App界面清爽 NFC血氧监测都有 但毕竟是手环 运动啊 尤其游泳健身的时候 你戴着手机就不方便 那支持eSIM的智能手表 可以说完美解决 OPPO Watch 一代各方面不错 但不支持血氧监测 而刚刚发布的OPPO Watch 2 宣传很自信 也很诱人 所以今天就让2599的 华为Watch 3 和4199的 Apple Watch 6 这两款代表性的手表 来对比看看 1799到手的OPPO Watch 2 到底在什么水准 值不值得买了 三款手表产品 两种设计思路 形态各有优势 传统圆形表盘形态上 更偏商务经典范儿 那圆形表盘在佩戴上 对偏瘦的朋友比较友好 对我这种肉壮型的手腕 圆脚容易顶到 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智能手表的定义 更多是在于一块手表 还是在于智能 我觉得更多在于智能 只不过刚好借用了 手表这个载体 数码产品几乎全是方形的 方形表盘信息传达为先 更符合读评时代的阅读和操作习惯 从外形上来看 苹果是高度统一的圆角矩形 华为同心圆 OPPO不走寻常路 双曲面比较时尚有辨识度 重量最影响手表的佩戴感 苹果加表带只有47.5克 OPPO是64克 而金刚的华为最坠手 重达81.8克 表带上苹果的单圈硅胶摸上去很软 同时阻力感很强 那官方的表带天花乱坠 华为的浮相胶偏硬 摸上去像磨砂的感觉 OPPO的浮相胶感觉有点神 那闭着眼睛摸 软软的 又像陶瓷一样光滑 OLED的轻薄省电 自然是手表屏的首选 那三家PPI都是326 清晰度没有问题 材质上 苹果LPTO OLED的理论上更省电 华为与苹果都支持 西屏显示 可能是为了考虑省电 目前OPPO还不支持西屏显示 表盘数量上 华为和苹果有第三方开发者表盘 相对丰富很多 目前OPPO Watch Air上表盘并不多 那官方表示 8月6号会更新到100家表盘 还在酷安搞了表盘创意会 那未来创作者表盘也会跟上 AI表盘很适合讲究色彩搭配的朋友 那出门前拍个照 就可以轻松完美搭配 这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表盘了 在交互体验上 OPPO没有表冠旋钮 操作全靠触摸 比如消息通知多的时候 不如苹果与华为的旋钮操作优雅细腻 我们切到操作效率最高的菜单分布 那OPPO和苹果菜单 放大的动画效果顺滑流畅 比华为直接平移来得更凝动 那华为部分功能界面有些大 不太逆于阅读 那三款手表从配置来看 苹果还是要更强些 那更强的处理器 最大的存储容量 OPPO的1G ROM和8G ROM相对有些小了 但骁龙4100的2.0GHz主频最高 从流畅度来看 用的这些天 三款手表流畅度都没有问题 我们把OPPO手表的应用商店 全部下载完 还有2.2G左右 所以只要不是大量存放本地音乐 基本够用了 OPPO与华为都采用双处理器协同工作 续航会更好些 OPPO Watch2两颗处理器都进行了大幅升级 最大的亮点是UDDE双勤混动技术 明智听着有些唬人哈 但其实还真有效果 简单来讲就是 手表在轻量化场景中 如收消息啊 看时间啊 记录健康数据啊 就由APOLO 4S这颗低功耗处理器负责 而当你使用APP操作手表时 会立马切换为骁龙4100 华为的双新驱动推测应该是分开处理的 所以OPPO的双新混动方案 兼顾了续航与性能 这对后面的续航部分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健康监测对我来说 可能是最看重的功能了 这代OPPO Watch2支持了渲氧监测 在初次使用时 每个人的体能体质区别还是很大的 经过运动评估后 可针对性选择健身课程 比直接运动要更科学 健康大家都做得很全面 各种运动模式 心率压力血痒监测都有 华为相比之下多了一个体温检测 OPPO Watch2首发了酷症分析 打开睡眠血痒实时监测和酷症监测 手机和手表可以一起工作 记录你的睡眠呼吸情况 并给出酷症风险报告 这对偏胖甚至肥胖人群 是很重要的功能点 而在手机APP界面上 苹果的APP界面和表盘APP界面 一样繁杂 华为图标偏大 OPPO做的简洁清爽 第三方APP才是与手环最大的区别所在 苹果最强大的就在于生态 可以说啥都有 甚至可以玩游戏 OPPO的魔改安卓一开始觉得可能没啥 打开后发现 目前有接近50款应用 华为APP数量虽然差不多 但不够实用 没有QQ 微信 甚至没有第三方音乐APP 出门不带手机就只能电话短信联系了 听歌也只能用华为音乐 后续适配还需要再加把劲 而OPPO几乎涵盖日常所用 微信 QQ都有 国内三大音乐APP都不缺席 我们还从OPPO表上把QQ偷了过去 完美运行 说白了华为就是不给你用 我们迁移和无线WiFi调试也挺麻烦 普通用户不好搞 在听音乐这件事上 苹果必须耳机播放 OPPO这边网易云音乐 腾讯音乐都有 也能独立播放 没限制比较良心 在生态方面 什么智能家居 遥控拍照 开车门 三家都有 这里就不做展开了 OPPO Watch 2新增了手表电竞模式 游戏过程中你的心率压力都能记录下来 目前支持的都是电竞游戏 平常来个五杀还是能感受到心跳加速的 啥时候支持原神抽卡心率检测 那就爽了 Wha Posso大家喜欢的闪回键 这次也加入到手表 手机所支持的闪回应用 都可以实时跨频到手表 打车导航复活时间起飞提醒 实时显示还是挺实用的 充电测试47分钟OPPO就从0直接充到了100% 这时候华为充到了48% 苹果67% 那OPPO的闪充又是明显 你洗个澡吃个饭基本就能充的差不多了 10分钟能充个接近30% 随手充一会就能续航一整天 这是让我想把OPPO Watch 2当作主力表的最大原因 续航上我的个人使用习惯这些天体验下来 苹果大概一天半有时候中毒就一天 华为两天左右 OPPO四天基本都没问题 这个续航成绩我非常满意了 如果你是华为全甲筒的用户 那华为Watch 3可能更方便 但第三方应用不实用 对我来说做不到只带表就出门了 而Apple Watch 6就是生态上的绝对优势了 功能全面App众多 但更贵续航难受 OPPO Watch 2充电最快 续航也够 第三方App实用 价格也香 就是现在表盘太少了 但对我来说 我的OPPO手环终于可以退役了 以后可以不带手机出门 甚至啥都不带 来个清清爽爽的短途游 或者去泡个图书馆健身游游泳 无论是功能体验还是性价比都没得说 我以后会长期带着它 大家也会看到我带着它出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个关注 还可以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鼓励 我是沐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